接下來請黑隊而變賀瓏 對 隊面今天很爛 賀瓏一直以來 都是滿會問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有點害怕 想問一下蘿莉塔 業主暗示員工 如果不跟我上床的話 就讓你沒有工作 這是刑法的權勢性交罪 你認同這個法律嗎 不好意思 你這個不在性交易合法化的 討論範圍內 那你認同權勢性交罪該存在嗎 權勢性交易 不在我們性交易合法的討論範圍內 請你這裡提了 請你問別的問題 好 換個問題 那性工作者經常害怕沒有工作 勉強自己跟噁心的客人上床 為什麼這時候 女方就覺得沒有權勢性交罪呢 你以為我們每個人來上班 都是很開心的嗎 凱莉剛剛在後面講說 她在這裡很勉強 你說她這樣子很可憐嗎 她又領錢呢 請問有沒有權勢性交罪 權勢性交罪 這就是另外一個東西 不在我們性交易合法化討論範圍內 請你問別的問題 請 現在是我的諮詢答片時間 是我問你 請問有沒有權勢性交罪 這兩個 我就回答你 立體就這樣子 好 那我可以來理解說 就是性交易合法化 會讓權勢性交罪 讓你更難判斷 因為你一直主打著 立體這件事情 再來 逛街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有趣的商品 我可不可以問老闆說 這能不能賣 賣多少錢 可以嗎 可以 那性交易合法化之後 我看到一個正妹問她說 你要不要賣 半套多少錢 這樣是性騷擾還是懸價 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法律是規定要在 性專區裡面 所以你在中校東路隨便抓一個女生問說 你多少錢 你 就是變態 好 那在性專區裡面 問個女生講說 你要不要賣 你多少錢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因為那是性專區 你沒有錯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懸價 這不是性騷擾 是 因為在性專區裡面 所以很顯然就是讓大家知道 合法化之後 會讓大家用交易的名義來性騷擾 因為你無法知道那個人 到底心裡是不是這樣子想 你就是在主張 me too的加害者 可以用這個來陶醉 不對 因為那是一個性專區 在裡面的人就是買貨買 你方如果合法化之後 會發生更多人口買賣 小孩賣贏的違法性交易 你方還堅持合法嗎 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規定的法律 是要是成年者 所以小孩不在範圍內 好 講個例子 我們最有名的公倉館 華西街公倉館 就是在被發現 在公倉之後 有很多非法的小孩 非法的未成年少女 對逼著賣贏 這個事實你怎麼看 只要政府有合法的管理 他們可以發牌照 給成年人說 我要登記 我要登記 我才能當公倉 這樣子就是OK的 請問你怎麼合法的管理 就是要登記 要像政府登記 像我們一般工作者一樣 那些小孩沒有被登記 還是被招去賣贏的 怎麼處理 好 時間到 謝謝這一階段的 質詢答辯結束 他什麼問題 都還沒有開始問 就是說你這個離題 我不回答 你知道嗎 這個交鋒是 無法建立起來的 如果在這個場上 我們從這一集開始 允許這樣子的方式 或覺得這樣方式 很好玩的話 以後觀眾看不到 真的能夠挖到 深的質詢 從剛剛的質詢答辯當中 蘿莉卡的回答中 就可以看出來 性交易合法化就是在幫助 性侵害脫罪的制度 因為性交易合法化 你可以讓 me too間接的合法化 怎麼說呢 因為老闆就可以 假借性交易的名義 對員工詮釋性交 同事也可以假借性交易的名義 對你性騷擾 反正脫罪手法很簡單嘛 就跟白隊講的一樣嘛 你請我願嘛 只是多個鈔票而已 可是我們就是不能保證 在每一個性交易當中 都是可以 你請我願 我們沒辦法放一個 撤謊官 跟他們講說 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嗎 那我們再開始 我們就是做不到 講一些例子 加害者上法院的時候 可能會講說 我會付錢啊 我不是me too耶 我在性交易一般啊 一般消費啊 我問女生說 你全套怎麼賣 我不是me too耶 我在性交易尋價啊 性交易合法化 就是讓那些me too的被害者 被法院貼上 仙人跳的標籤 對方一直說什麼 性交易可以合法 減少犯罪 來舉各國的例子 設立性專區成功的例子 有哪些 德國紅燈區 現在已經變成人口買賣基地了 荷蘭紅燈區 現在每年有一萬五千名的兒童 被迫賣淫 也是沒有登記的哦 澳洲的紅燈區 非法妓院一年增加了三倍 這就是為什麼合法之後 警察申請搜索票難度變高了 黑道就會順勢用合法 來掩護非法的行為 台灣過去最有名的例子 剛剛他們一直說 工艙上街遊行的 華西街工艙館 就是在上街遊行的後面 有一大堆未成年少女 被靠在這個館後面 非法的一直接客 對方還說什麼 合法的話要保護 性工作者的性工作權 這些違法的問題的方法 並不是合法化 我們提出一個叫做 因為這樣可以讓 性工作者遇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大方報警 政府可以幫忙轉業 被嫖客欺負也有人保護 像是瑞典 冰島 挪威 他們就是實行的 罰嫖不罰倉 在三年之內 有六成性工作者被輔導轉業 而且還一次解決了 剛剛他們提過的 人口販運的這種恐怖問題 所以比起對方 冒然的開發合法的話 罰嫖不罰倉 才是治標又治本的方法 謝謝 謝謝賀龍 剛剛我的隊友呢 已經從各方面的政策 還有各社會文化層面 已經跟大家討論過了 那我剛剛也有在自由辯論 提到說 性工作者有90%都是女性 那我今天身為我方 場上唯一的女生 今天也是我在這個節目 第一次做結辯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 勇氣的掌聲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 性在愛情中所扮演的一個神聖的角色 以前我們的刑法有通姦罪 就算現在廢除了 可是在第三者裡面有性關係 仍然是妨礙家庭的一個重大的要件 因為我們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 性忠誠在愛情裡面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如果我們開放性交易 就代表性忠誠它會越來越難維持 它接受的挑戰就更高 那它破局的機率也就更大了 或許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不在乎 可是我很在乎 我相信在場的人也有跟我一樣很在乎 但是都會因為 我們的在乎都會因為 白隊的政策而破碎了 那性交易呢 一旦合法化就等於台灣社會同意性交易 是合法工作的選擇之一 那麼我想要問一下 社福團體他們在這個就業輔導中 要給予孩子什麼樣的價值觀 如果性工作它是可以選擇的 它低門檻又高收入 那我想問一下 以前曾經在那求學過程中的我們 還有我們踏入職場過程中的那個我們 到底為什麼要拼得那麼努力 拼得那麼辛苦呢 如果未來你的小孩他不想要念書 他也沒有什麼工作目標 他一心只想要做性工作 那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相信有些人可能已經是父母 未來可能也是 而我未來也會是孩子的媽媽 如果性交易一旦合法了 我們要怎麼樣的去教育他們 我們是有什麼樣的資格去阻止他們做他們的職雅選擇嗎 請大家把這個手放在胸口前 真心誠意的問自己 你真的願意讓你的小孩這麼做嗎 對真正的弱勢而言 開放性交易 只會讓他們被剝削得更嚴重 而對普通人而言 開放性交易 就是誘惑你自我怠惰的牢籠 它會讓你放下你自己 無限的可能性以及潛力 最後讓你變成 讓人忽來換去的容器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黑隊木星的結辯 忠誠度跟性交易合法的話 根本沒有關係 因為會偷吃的人就是會偷吃 根據國際愛滋病會議當中的統計表示 如果性交易合法化 會降低了罹患愛滋病的風險 因為現在非法很多顧客都怕保險套 變成取證的證據 所以不帶套 根據東北大學 美國的東北大學的這個統計表示 有很多就包括了 像是性交易合法 可以降低了25%的強暴案件 因為性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抒法管道 如果因為性交易產生的外部風險 我們就要禁止它 性交易並不會消失 而是會從地上化變成台面下地下化 關鍵評論網的關鍵指出 就是地下化之後 會造成人口販賣三倍的成長 而且白嫖還有過多的要求性暴力 這些問題會更嚴重 很多南韓女孩走上性工作者 這條路呢是因為貧窮 我因為當記者的時候 採訪過性工作者 這是非常難忘的經驗 我們知道這個女孩叫小雅好了 那天採訪 她穿的黑皮短裙濃妝厭抹 但其實你看得出來 她是很稚氣的 她點了一根煙 好不在乎 好像在說別人的故事一樣 她說 啊我爸就是打我們啊 然後欠了一大堆讚 我媽有沒有工作能力 我弟又殘渣 有沒有怎樣 我14歲就錯學養家了 明星就是這樣啊 她的煙一根一根的抽 那些煙好像帶走了她所有的天真 在訪問結束之後她問我 姐妳覺得我幾歲啊 我說二十二吧 她笑著說 哪有那麼老 我才十八啦 她覺得這好像是一個笑話 可是我一點都笑不出來 她才十八歲 像小雅這樣的例子 多不勝數 還有人被毒品控制 被性侵 還有曾經傷害自己非常多次的 你說幫他們輔導轉業 你覺得他們有選擇嗎 你相信人生是有些人 真的沒有選擇的 他從小要賺錢養家 要還賭債 小小年紀錯學 然後呢他只能夠賺快錢 我們在這裡能夠好好的學說話 很幸運 他們連聽他們說話的人都沒有 社會的供需良俗也不是一日可以造成的 曾幾何時很多世界的國家都覺得 同性戀是違法的 而台灣在今天引以為傲 同性可以結婚 不能用這樣的善良去對待性工作者嗎 難道已經要讓性工作合法化的台灣 讓她走民主的回頭路嗎 我曾經有看到孟滿女隊的電影 非常的感動 她是性工作者變成女權主義者 電影裡面有兩句話跟大家分享 第一句她說 有資格的人用智慧賺錢 我們用身體賺錢 努力工作有什麼不對 她說所有的人站到我門前 給予一樣的報酬 我都不會差別對待 憑什麼你要歧視我們 這兩句話是我們白隊 以及所有性工作者 對於黑隊最勇敢的質疑以及反抗 謝謝大家 謝謝白隊的朱祺鈺結辯 好 第二階段繼續變體賽結束 我們請兩隊的變手到舞台中央 我可以先講一句話嗎 來 桃子姐 我看到沐昕 我好像在看妳的畢業典禮 妳長大了 好呀 掌聲鼓勵 妳真的要看妳自己過去那些 我剛剛真的覺得很像妳的家長 然後看到妳 微微道來 偷偷是道 除了一開始跟大家要掌聲的廢話 之外 妳表現得很好 然後很謝謝妳 那當然大家都很棒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